汉朝有位皇帝叫汉昭帝 他是汉武帝的儿子 那么汉武帝当年用兵用的非常多 所以国库都为他搞空了 汉昭帝上台以后 他就开始节约 省了点用 渐渐的国库里就有钱了 有钱了以后汉昭就像 自然咱们有钱了 咱们给老百姓减点税 那么当年我爹四处征伐 用了老百姓很多钱 老百姓比较辛苦 那么今天让老百姓轻松一下 就把人头税减免了三分之一 这个命令下去以后 老百姓很高兴 能够省不少钱了 就纷纷地称赞汉昭帝 并且祝福他老人家 能够旺寿无疆 身体健康 两个月以后 汉昭帝就得病去世了